嗨大家好我是Ben 那我們之前介紹了非常非常多的腰包類型 譬如說 呃...戰術型 掛包 然後一些品牌腰包的推薦 然後還有男生腰包推薦等等 那我們今天要大概是介紹 比較特別型的是多功能腰包 那多功能腰包跟一般腰包有什麼不一樣 主要就是它的內袋嘛 然後以功能性為主 大概是這樣子 那像我背 身上背的這個 那你說它是功能型嗎 它可以算稍微啦 它有點功能然後又有點實搭這樣子 因為它有個耳機孔 然後內容物其實算 跟一般腰包比的話算大囉 其實像一般腰包啊 它就是這樣子小小的 有沒有發現小小的 或是像這種 我們平常會背的這個 Nike的腰包 你看 它其實有差異 所以容量就有差了 所以它是板型比較偏大 然後可以裝的東西也比較多 所以算半功能型的 那我們要來介紹 很實用的功能型的 像這種 這款就是非常實用的功能型的 它的功能有什麼呢 就是一樣耳機孔嘛 一定的 那再來是還有水壺帶 它這邊有個水壺帶 打開 它水壺帶就會掉下來了 就可以功能型的 然後功能型的一定要有什麼 就是內帶一定要多 你看它有1 1 2 3 4 5 6 7 8 它有將近快8個內帶 你要裝什麼基本上都夠了 而且它的容量又比這種 更大一點點 那我一樣背給大家看一下 那背法很簡單 它就直接穿過去 然後調整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後扣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算功能型的 所以它比較大喔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尺寸差不多是這樣子 大小 然後你要看一下 你能不能接受 這麼大的腰包 但它好處就是 就可以裝很多東西 比較實用 那再來還有像這種功能型的 這是腿包 那腿包怎麼用 就是把它 它會附兩個杯帶 然後把它附在這裡 然後就穿過去 就是拿東西的時候很方便 這樣子 比較方便 那再來就是像這種 實用型的小掛包 它也算功能型的啦 因為它就可以 直接掛在這邊 然後比較小巧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有大概就是 素色啊 或是花紋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功能型的 它的款式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男生腰包 他就是比較喜歡那種 小小的 如果是你可以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都會介紹比較小一點的 腰包 因為出門比較方便 那像這種大型的會比較 搭配上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的款式會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主要是販售包包的店家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找的包包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然後我們幫你找看看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介紹 那也可以到描述欄 我們有包包的網址 那也可以點一下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